中国大陆市场这么大 然后呢你围堵大陆 真的是你会碰瓷 尤其是呢 也谢谢你打压 让中国大陆磕眼或者是 征服星辰呢 可以断开你美国的枷锁 现在美国反而还要来求中国大陆 现在看到神舟19号升空啊 然后呢其实到发射区了 要来进行发射 神舟19上去呢又是 人类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来看到 中国大陆首批的太空飞船 受刺啦 本来是150万啦 然后呢降价 降到有一些折扣 变成100万人民币 但是也卖光了 好你可以看到呢 在呢升幅星辰 中国大陆不断好消息 澳洲对话网还说 如今呢美国可能在重返月球竞赛 输给了中国大陆 下一位踏上月球的人 是说中文还是英文呢 我期待是说中文 美国自己有阿提米斯3号的计划 被说多次延后 2028年 而2月前会完成发射吗 成功几率三分之一 然后呢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呢则是 早就说了 2030年前我们要送 唐太元上月球 甚至呢这个 登月府也都来了 当然说中文了 对啊 NASA现在这个经费不够 OK 而且这个民间的一些 这个 就是X-Space啊 这个发展 其实又走向商业化 对 而它不是以那种 所谓国家威望 或者是说长久未来 太空科技的研究 学术研究发展为 为置业 那种商业化的民间团体 跟NASA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对 而你看拜登 他也没有在这个上面去多做 有所着墨 而川普的第一任 他自己成立的太空军 没错 川普成立的太空军 但太空军的任务是跟NASA 是完全不一样的 NASA作战 我觉得川普上来第二任的时候 他太空军一定会强化 但是呢 会不会因此提升NASA的这个 太空任务 我还是画个问号 那即使提升 其实你要赶上 现在中国在航空事业的 航天事业的发展 也其实很辛苦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太空船 首批 中国首批太空船的这个麦 它是有六个人可以上 对 太空 大概可以有12分钟 的飞行航程 但是拿 拿两张票出来卖 OK 两张让一般人可以去 对 那只卖150万人民币 但后来 该变成100万 其实他只要付5万 那之后再付 然后呢 我看到那一天好像是中午出来 下午6点钟就 没了 就没了 对啊 有中国大陆有钱人蛮多的 不知道谁买的 对 真不知道谁买的 因为你只要一上去 你以后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嘛 好 你可以看到 你呢 这个中国大陆 有人可以去呢 去搭太空飞船 去 去探索外太空 然后呢 这个竞赛的部分 NASA现在真的被说 延宕延宕 因为你经费不够 那你天天只会 抗中去要预算 但是你现在真的是大碰瓷 NASA真的是很不要脸吗 有天真吗 NASA局长竟然说 我在跟中国大陆商讨要租借 月壤的样品 我觉得中国大陆会答应 你是忘了沃尔夫条款 这个尼尔还活在70年代 我觉得他讲了好几次的发言 你不觉得都很超过吗 他都还以为说在70年代 美国对太空的这种发展是完全掌控 一家独大 是不是 所有人都要听他的 后来就做那个太空这个太空站 以及后来2011年美国国会 这个通过的沃尔夫条款 就是所有的一切美国的NASA 不得与任何中国的官方或民间做接触 对 那你现在怎么倒过来跟中国要这个月壤 他还说中国会答应 我觉得中国会答应 但是有条件的 但是有条件的 可能说 那你要跟 是不是开放跟我们的合作 我觉得其实因为中美之间是可以合作 本来就是 那在太空的议题上为什么不合作呢 是不是 然后呢你的沃尔夫条款 是不是你去修正一下 你去废掉吧 对不对 你要让他自己懂得自我反省 然后呢再开始做平等的这个合作 我觉得这个其实中国反而可以透过这个机会 去让美国自己知道 你不要老是在那边高高在上 你不要老是在那边活在70年代 80年代 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21世纪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你现在看看电动车 你现在看看 这个整个科技的发展 你再看看 太空 的这些议题 对啊 你美国还是一家独大吗 当然不是 美国当年就是围堵中国大陆去呢 国际的太空站嘛 所以就是围堵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当然自己突围 造了全世界最棒的天宫的空间站 现在呢征服了月球 月备去拿土壤 结果现在美国要来求中国大陆啦 好另外再来看到是呢 中国大陆现在也有自己的星链计划 千帆星座计划来了 估计呢 这个10月15号 载轨卫星会达36颗 第一阶段呢 会要放648颗的 千帆星座卫星入轨 第二期呢 则是呢 再发射648枚的 千帆卫星的卫星 增加到1296颗 再来第三期呢 就是来到1.5万颗的千帆卫星 这就是你看到从GPS出现挑战 就是北斗星系统 那X-BASE能看到就是中国版的千帆卫 这个这叫做千帆星座计划 对不对 也只有中国能够跟你拍板 也只有中国能够超越你在这个几个层面 对不对 我觉得北斗星老早已经超越GPS 对啊 只是西方对于它的应用完全的排斥 对不对 但是呢华为就走自己的路 连这个手机的系统都走自己的 就是红红系统 因此 我觉得这些开始已经出现到 这种所谓的 在这些高科技领域里面的 两个半球化 两个不同的标准 系统 现在开始你看到就是太空 航太事业的 这些计划跟发展都已经不一样 以后真的是要讲中文 而且太空人要学中文 对要啊 操作界面啊 对不对 都不一样 我看到俄罗斯的太空人 已经开始在学中文的操作 因为现在中国之间的合作 将来到那个 应该知道天空太空战的时候呢 那上面不会是俄文 不会的 也不会是英文 对不对 是 所以要学中文 是啊 所以你看中文现在 全世界化语权会越来越大 因为中国大陆呢 征服的星辰大海 所以呢你看天空空间战当然是中国人的嘛 所以呢上面的语言一定要用中国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讲了非常多什么呢 你这个科技打压不会造就你自己比较好 我们从什么 Apple掉对了 然后呢 Tesla也掉对了 然后呢你打压国家力量呢 去帮助你自己企业真的没有变得比较好 比如说华为 他自己呢当初被你打压了不能用Android 只有自己推出了鸿蒙嘛 所以老师刚才分析的没错啊 你看你打压半天呢 中国大陆变成两极的世界 那本来呢科技大家可以共享嘛 你用我的我用你的可很好啊 但你现在呢逼的中国大陆呢 用出另外一个系统出来 然后呢全世界现在 被美国打压嘛 所以呢 这个华为的这个 会不会说国家安全还比你更好呢 因为之前逼逼扣事件 让大家担心用你的美国的系统 所以很多被美国打压的 也许还用中国大陆的系统 那再加上征服新陈 所以呢 真的要谢谢美国打压嘛 你有防晒吗 我每天都有擦防晒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真心推荐给大家 记得我的推荐码 CTI627 结尾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强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 动灵密码 握回青春自信 老跟你们 数换回青春自信 扑回青春自信 小李 上飞